《创世纪》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 起身来到别世巴 就献祭给他父亲以萨的神 夜间 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 雅各 雅各 我在这里 我是神 就是你父亲的神 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 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 也必定带你上来 约瑟必给你送终 雅各就从别世巴起行 以色列的儿子们 使他们的父亲雅各 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 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 获财来到埃及 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 都一同来了 雅各把他的儿子 孙各和他的儿子孙 一同带到埃及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 名字记在下面 雅各和他的儿孙 雅各的长子是刘便 刘便的儿子是哈诺 法禄 西斯伦 加敏 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 雅敏 阿霞 雅金 索霞 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 歌霞 米拉利 犹大的儿子是尔 厄南 士拉 法勒斯 谢拉 唯有尔与厄南死在迦南地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 哈姆勒 以撒加的儿子是 陀拉 图瓦 约伯 申伦 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 以伦 雅利 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 给雅各所生的儿子 还有女儿底拿 儿孙 共有三十三人 迦德的儿子是 喜飞云 哈姬 舒尼 以斯本 以利 亚罗底 亚利利 亚瑟的儿子是 因拿 亦什瓦 亦什维 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 西别 马杰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西帕 从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十六人 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亚敏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 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纳给约瑟生的 遍亚敏的儿子是比拉 比杰 雅什别 基拉 乃曼 以西 罗什 姆平 护平 雅勒 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十四人 但的儿子是护身 拿弗塔利的儿子是雅薛 姑尼 耶瑟 侍冷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帕拉 从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七人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 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 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 请派人引路往戈山去 于是他们来到戈山地 约瑟套车往戈山去 迎接他父亲以色列 及至见了面 就浮在父亲的景象上 哭了许久 以色列对约瑟说 我记得见你的面 直到你还在 就是死我也甘心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对他说 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 从前在迦南地 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本是牧羊的人 以养牲畜为业 他们把羊群牛群 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 问你们说 你们以何事为业 你们要说 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 都以养牲畜为业 连我们的祖宗 也都以此为业 这样 你们可以住在隔山地 因为 凡牧羊的 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